大家好,我是史坦 逢星期二會有我們聖鬥士星子覺醒的直播 跟我們一起玩一下,分享一下遊戲 我們討論一下怎樣玩得好一點 目前陸服最新的主題就是我們的冥鬥士天猛星 去到冥鬥士就真的要考考大家有多愛對聖鬥士這套漫畫 因為一般的粉絲是去到十二宮 有些愛的就殺到海王 看完冥鬥士就真的叫做聖鬥士的粉絲 Anyway 天猛星有什麼特別呢,先跟大家看看 普攻技一次攻擊打三段,是物攻 第二技最大警戒,需要三個回合去處理 如果在避控狀態下,攻擊會順延下回合就爆射出 第三技燃燒之翼 隊友如果爆擊的話,會為天猛星的龍翼充能一下 龍翼滿了能量的時候,就必定會打出十二發的警戒波 最後一個灰暗袍敲,會有60%機會觸發不用處理 而天猛星本身技能的行動力消耗是零的 如果沒有隊友協助之下,需要三個回合去處理 打大力一點,而擊出的傷害也算是中上水平 如果有隊友的爆擊充能的話,就會極限化天猛星的輸出 我們先看著示範影片再慢慢討論 而這個示範影片的組合就是貴鬼,綠芬,天猛星,獅子,修羅和雙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天猛星在影片當中技能最大警戒的輸出力和攻擊次數的分別 你就會明顯感受到充能處理的前後不同 而這個巡航影片的組合為何會選用獅子,修羅,雙魚這一類呢? 其實就是因為攻擊模組上,它是屬於一次性多段攻擊 因為多段攻擊會帶來較多的機會出現爆擊 而爆擊的次數重要在哪裡呢? 就是用來為了天猛星的龍翼去充能 每個聖鬥士上限可以為天猛星充能三次 所以只需要符合這個套路的攻擊手 都可以列入協助天猛星的類別名單裡面 而天猛星最強的地方就是靈行動力的消耗 但現在令玩家尷尬的情況就是因為本身如果你根據巡航影片的指示 如果你有獅子,可能一早就在玩冰獅隊 而修羅也不是主流隊不會用的聖鬥士 而抽到雙魚的本身已經是主力輸出手或者已經充當影子殺手的定位 而你眼見這個巡航影片的示範其實拿著這堆聖鬥士本身已經齊了腳 所以史丹就覺得受惠於天猛星這隻新聖鬥士的隊伍或者玩家屬於這兩個類型 第一,本身隊伍上是欠缺影子殺手或者玩到現在主力隊只有一隻輸出 而第二,就是貪圖他靈行動力的美式 當你打PVP的時候可以按住情況而調動 而國服隊的評價亦是靈火的銅斧或者弱化版的銅斧 而作為冥鬥士的一員,不中規中矩 而接下來會有更多影片叫做偷窺一下國服最新的聖鬥士情況 跟大家分析一下,介紹一下 等港澳台服來到更新的時候就不用什麼都不知道等更新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類型的影片 下部影片再見,記得星期二直播九點鐘,拜拜